現代人其實都已經過度使用眼睛了 譬如說長時間的看電視、看電腦或是看書 那我們養生十六儀這本書裡面呢 有特別介紹木儀長運這個動作 那如果說每天按照這個動作做個三到五分鐘 就可以保持良好的視力與美麗的雙眼 那接下來就介紹我們養生十六儀的木儀長運的一些按摩動作 首先我們將雙手搓熱覆蓋在眼睛五到十秒 再來我們會做一些穴位的按摩 第一在眉毛頭的轉足穴按摩三至五圈 第二在眉毛尾端的四足空穴按摩三至五圈 第三在眼睛內角的筋迷穴按摩三至五圈 第四在眼睛的外角童子療穴按摩三至五圈 最後我們做眼睛周圍的按摩 首先在轉足穴按摩三至五圈 順著眉順骨上圓滑動至眉毛外角按摩三至五圈 再來在筋迷穴按摩三至五圈 順著眼眶骨下圓滑動至眼睛的外角的筒子療穴按摩三至五圈 如此的動作每天最好早上跟晚上各按摩三次 這樣有助於調節我們眼睛附近的神經功能 跟活化眼部的肌肉並保持視力 謝謝大家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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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你們 謝謝你 謝謝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